大家好 欢迎双车视频 现在时间是5月17号 凌晨2点多点 时间段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将讲一下这个S&P500 然后更说一下这个制裁华为这个事情嘛 今天大家知道就是美国签署了一个一个总统命令 说要 那种国内就是厂家 第一点就不让华为参与美国5G的这个建设 还有就是说准备开始要限制美国国内的这些公司嘛 给那个华为提供零部件 那么所以说今天包括MU 就是Micron 包括那个Quark 今天就讲了非常多嘛 因为他们有提供这个他们 华为是他们其中一个重要的客户嘛 那有时候华为如果说没有从这些 芯片公司买东西的话 当然肯定对 这些芯片公司有 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些影响吧 有一些影响 那等下再说说点嘛 然后再等下再说一下这个 这个Lucky Lucky这个Coffee嘛 中国这个LuckyCoffee嘛 还有这个比亚密 这都是网友的问题嘛 我想问一下我有什么看法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想的 好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 有问他就是要不要买入这个Oxy Oxy 还有另外我自己也今天也是收到一个就是说 有人有问到就是要不要买MM的现在就是现在今天 被打掉了是吧 有的人可能止损了哎 要不要什么时候要不要马上再买进去 有什么时候买进去 我我等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我我怎么看这个3M1 然后第准备两个其实我刚才在想要不要加进去好像 因为我知道这几个东西加进去就已经可以讲很久了可能已经超过二三十分钟了所以说我在有意要不要把这个东西讲一下 这两个就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就是像是等于关注的股票嘛就是他们这几个两个股票都在那个support附近嘛 所以说其实还有很多好其实这两个只是其中两个我刚才有发现还有好几个的这两个只其中一个那我就为了检测时间我就不想拿那么多案例了我就拿这两个就可以了吧 OK那讲一下S&P500大盘的情况 现在大盘就开始降下来就主要我觉得还是跟那个美国今天说这个要准备 其实首先一点从技术面来说也一定遇到阻力了这个阻力是在这个地方嘛 2800多这里这里这个这个价位是在13号这里12号这里嘛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逐渐往下走这个渠道这个区间 那么这里的话有非常猛烈的下降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应该是一个是有一定的那个resistance 那现在这个价格开始下下来的下下来之后已经降了0.43%的期货 我感觉是相当就是整个就至少是星期四这一天吧就16号这一天整个市场的气氛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的 因为总统就是对这个华为产生的对华为做的一些动作嘛 不过我后来看到有个新闻就是OK先说在这个动作时呢 今天美国主要的那几个芯片产商嘛 就是提供华为这个芯片产商有一个比较大的降幅 跨卡降了4% Michael也降了4%左右好像还有什么好几个公司 好几个这个芯片产商就降很多 因为他们一般好像我记得好几个都有跟那个华为有这个业务嘛 所以说受到影响 那么华为的话我现在看到一个这个这里有个凤凰网的这个新闻 他说什么呢 他说华为下属的一个海事半导体公司 也是一个中国的是华为自己的芯片企业嘛 他好像是说他们已经有一些备案了 也是他们华为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估计等到哪一天自己撞到了之后 美国会出来捅他一刀 我是猜的嘛 可能会对华为下手 其实我想不管是中国这边还是包括华为嘛 其实他们我相信高层都已经想到这个中美的贸易这个冲突啊 迟早有一天会到来 不是今年到也是明年到 这都是迟早问题的 并不是即使川普总统不是做总统 他也有其他的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嘛 就是说这个贸易问题是迟早要去面对的 那所以说至于华为他这个也有心理准备嘛 也留了一手 他就是投资这个海什么这个公司嘛 海事半导体嘛 但是我目前的新闻还没有看到 他到底有没有做出一些具体的芯片 具体的这个用在那个实际的运用当中我还不知道 但是目前从那个各方的感觉休息来看 这个目前这个华为下手这个海事半导体 总的来说是研发的是非常顺利的 那就是这个的大盘的话 走势的话 该有能够感觉明天可能开盘生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这样 也许会这样很多明天 这里有个小小的舍坡不是很厉害感觉 这里有一个 这里是下一个 再下一个在这里 也说接下来舍坡是一 这个地带就是2840几个地带 第二个就是消息大一点是2820左右吧 再下来就是这个2800的 目前这个情况嘛 就那一说还是今天这个川普这个又搞 然后在这里搞些说一些话把整个气氛有点搞得不太好 我觉得但是 呃还有两三个星期他们两方会坐在谈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的话应该不会降很多应该还算总体来说应该算是平稳的 至少要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吗 或者三个星期吧 那这就是第一个东西的话题 那现在先说一下Lucky Lucky Coffee跟这个比亚米 那我就 我就先说比亚米 因为比亚米现在已经这个 已经在市场已经开始交易了嘛 我们看看他的国家 比亚米 OK就这个 那么我买股票 当然我们能够分析就两个东西嘛 就一个是基本面 一个是技术面 那么从我们先讲一下基本面方面 我这个股票是 我是没办法操作的 所以说不管他生意做多少 就我个人的这个操作 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他已经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所以他这种波动 我是没办法操作 首先我身 这里我自己先老实的承认嘛 就是你开盘才几个 一两个星期 然后就开始 想的是说 放很久或者说怎么样 我觉得 我喜欢有更长的数据 比如说你可能是几年的数据 我拿出来 看一看你之前的表现怎么样 我来做一下评估嘛 但是你现在突然来个这么猛的价格 我是没办法操作的 这个这里我使 所以说跟大家讲一下 还有什么呢 那么比亚密我们就看看 他的这个业绩报告吧 很多人就觉得怎么样 刚才有在这里好像 就是说总的来说嘛 比亚密目前还是亏损的 还是亏损 2018年它是亏损的 刚才有看到 不好意思 不知道发现哪里去 哦对这里啊 他的这个 这个成立大概是10年左右 比亚密还是10年左右 比亚密还是 过去三年的时间里 他这个revenue涨了5.4倍 从1620万 到达16年的879万 确实涨了很多 那么 那么到了2018年还是涨得很快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公司 总的来说还是 刚才在哪里看到 不好意思 我现在 其实不好意思找不到 刚才也在这附近好像 他是亏损了几千万 我记得是亏损 暂时还是亏钱的 他一直到2017年 哦这里找到了 不好意思 这个比亚密人 他说 only generate loss generate loss grow loss until 2017 也就是在2017年之前 他每年都是亏钱的 都是不断的收 这个收集资金 然后呢 再去研发干嘛 然后2011 直到2017年终于 2017年有赚钱 他说到了这个 但是到了2018年呢 又开始亏钱了 然后2018年 就是上一年 他亏了2800万 那么所以说 这个公司 现在这个 我是不投 其实从基本面来说 我也是不敢投 什么意思呢 就我并不是说 他这个公司 没前途 而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公司 是非常非常非常地 有前途 因为他现在所做的 这个东西 我其实也很感兴趣 我可能下次去沃尔嘛 或者去那个Kroger 我可能去找一找 我自己亲自也要品尝一下 到底味道怎么样 我脑中没有吃过 但是这个市场 确实非常大 但问题是在于 你这个公司 你现在 还是老样子吧 我以前讲过 就是你这个公司 目前还是亏损的状态 然后呢 就开始 要这么高的价格 或者涨得这么快 这个并不是我的 传统的操作喜欢 我喜欢找那些 就是说 他已经赚钱的生意 已经赚钱 我什么都可以算得到 他的股息多少 或者说 他过去的那个 价格波动 跟他的那个 基本面的一些数据的比例 上下比例是多少 我可以算出平均值 但现在他这个公司 我没有办法算出来 因为他根本 还是 目前为止还是亏损 所以说我个人 总结一句话 就是 长线我不会买他 暂时不会买 短线更别提的 不 sorry 长线我是暂时不买 可能呀 我也不知道等多少年之后 到时候 当他们那个 赚本比较清晰的时候 我再考虑不要买 然后至于短线的话呢 我是 我们来分析他的股价吧 短线的话 目前我也是不会买的 就直接一句话 老实讲 我是没办法买 这种趋势图啊 我 不是我的这个 可以 可以操作习惯 我不习惯这种 不习惯这种操作啊 所以说我只能说 我也不会操作的 不会操作 他的长线和短线都不会 那现在说一下这个 Lucky啊 Lucky Coffee就是 号称啊 是 针对 号称是那个 星巴克的最大竞争对手 我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我刚才有看到一个新闻 CNBC的新闻 他说在日本啊 也有一些像那种 跟Lucky Coffee 相似的公司 就在日本这个国家 有跟Lucky Coffee 相似的公司 就是国内的品牌 日本自己国内品牌 有 然后跟那个 这个星巴克竞争 但直到这么多年过去的 也没有听说什么 星巴克什么 好像要撤出日本 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 而且各个方面 总的来说 指标还在上升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这个Lucky Martin 对那个 对那个星巴克影响 应该不至于 导致 那种毁灭性的打击 绝对不会的 我看不出来 他现在就是相当于 国内一个 中 中低端的消费人群 可能收入不是非常高的 他就很喜欢 可能会去 不然一下 会去Lucky Martin 买咖啡 但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苹果这个东西 这么贵的价格 居然在中国 也是卖得非常非常好 占那个 苹果的全球份额 在中国大陆市场 是占了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二十多 所以说 我就可以想象得到 我觉得 我觉得 卖 喜欢星巴克的人 并不会说 因为这个Lucky咖啡 便宜的几毛钱 或者说几块钱 我就一定要去 他那个店买 这个我觉得 我个人看法 是绝对不可能 我是很难想象 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答案总的来说 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 当时我也看到 这个有个新闻说出来 说现在这个Lucky咖啡 某种程度上 为什么亏损 是因为它 就是大家 我刚才有讲过那些 这个基本面积数据吗 看一下 我刚才在哪里找到 对 Lucky这个目前 它的那个损失 也是非常挺多的损失 而且 而且远远高于 那个B&B 我给大家看一下 2018年 它这个公司才开 才创立 不当两年 差不多两年左右吧 但是呢 大家看一看 它2018年 这个Chain 这个Report Net Sale 一亿两千五百万 然后呢 你的Sale是这么多是吧 结果你居然还会产生 两亿多的这个损失 这个按照产业 是非常不正常的 像这种类型的东西 就是属于我那种 不是和我操作吗 我是不是 我是不操作这种类型的 这种买股票吗 就是说 当一个公司亏损的时候 不用担心 你直接看它那个Revenue 你看它的Sale 有没有上升 就可以买股票 这种逻辑 我目前我是做不到的 我只能这样说 我是 我也并不接受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 我不太喜欢那种操作方式 大家看到啊 就是它的Sale 只有那个 一亿两千万 结果却反而 居然还会产生 这个两亿多的这个损失 这个我对来说 结果就不太喜欢了 而且它这个 虽然说表面上 大家看 它店开得很快 开了很多店 但其实它的店 是非常非常小的店 很多情况下 有的店 只是你要站着买东西 根本人家做都做不 根本就没有椅子 就是说 他开他这种店的成本 非常低嘛 对 然后呢就是 总的 这个股票的 我觉得起码要像 我觉得买这个公司的IPO 你最少要赚钱 比如像那个Airbnb嘛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Airbnb 就是一个租房子 有些私人把房子租出去嘛 那个公司目前为止 已经开始运营了 大家我再说一次啊 那个Airbnb 它是已经开始创业 不 已经开始赚钱了 所以说这个性质 跟这几个公司 什么Lucky跟那个BR 是有相当程度的区别 那我上面再说一下 这个Pinterest嘛 它就是这个情况发生的 原来原先的话 股票也是涨了很多嘛 结果到这几个月开始 这个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不好意思 我重新再说一次 这Pinterest啊 到最近 这个今天啊 它的盘后交易啊 价了百分之 大家看看 百分之十五点四级啊 这样的百分之快是百分十六 因为这个公司还是老样子嘛 就是 它根本就不赚钱 你知道吗 它不赚钱 它就 最近就 这个季度损失的是 四千一百四十万 所以说 有些公司啊 你 你 你确实你可以 你没赚钱 你可以继续在美国上市 还有 有些人会相信你 继续把钱 就是买你的股票 但是你不能够 一直损失下去 如果你经常这样子的话 迟早 你原先那些 投资在你身上 钱的那些人 迟早会放弃 所以说 还是那句话 公司最重要 你到底赚不赚钱 有没有闲钱 OK 不要就是因为 名字好像很好听 Pinterest 或者说 好像目前很潮离吧 或者说 大家知道 其实 新加钱 基本上也不赚钱 我现在 就不聊 新 以后有机会再聊 新加钱 下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OK 再说一下 要不要买入 OXY跟MM 我先看看这个图标 我其实都没看过 这在此刻 我上一次 很久以前 讲过这个图标 OK 这个OXY 到目前为止 如果按照 Daily Chart 看上去 确实好像 这里有相当大的 那个support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问题是在于 要不现在就进场了 我个人的话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还是等一会儿 等几天 等到他这个 这个确实是往上 这个变成 颜色也变的时候 已经往上走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买 然后往上的时候 还要像 而且你还确定一下 你到底止损是跟 在什么部位 差不多一下 然后再绝对要不要买 不能够只是因为 这个好像这个 有support完 我就买进去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 那我那我只能跟你说 没有这么 这么这么 简单的事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大家都可以赚钱 是吧 这个有些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混合在里面 OK 这就是oxy 就是说 简单在修据吧 就是说 等一等 先等一等 等他价格开始 比如说 从现在这个价格 再升到 54块5毛左右 说明说 确实有 相当一部分 买家进来的 OK 这就是这个oxy的情况 就是要有耐心吧 OK 不要 而且你要意识到 你要意识到 他现在这么久 才碰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如果说 你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你可能要等 很久的时间 很久时间 才能够 涨到这个 可能65块 或者67块 然后再说一下什么呢 再说一下这个 3M 3M也是同样的概念 3M是 目前在这个价位 就是大家有些人 在这个地方买进去 然后 开始止损就已经测掉了 OK 那现在这个 这个价格 又往下走了 那我现在 我今天就是 我说到这个问题 说 要不要现在马上买进去 我个人看法 是觉得 效率在等一等 因为他也有可能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那么你先 所以现在所做的 就是说 要能够知道 或者测量 大概大的基金 有没有杀进来 OK 这是唯一的方法 那我们看看 这个交易量 我不好意思 错了 错了 那么这几天的话 教练还是非常大 所以说 我的看法是 确实 有相当一些 就是大的机构 确实有杀进去一些人 OK 但是这些人杀进去 并不表示说 哎呀 一定能够马上赚钱 因为他们有些 大的机构投资人 他买进去 他并不是放一天两天 或者一两个星期 一两个月 他是以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来算的 OK 所以说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并不会是因为 这里看起来很好看 好像很好看 我就买进去 因为一定会赢 其实并不是这样想的 OK 这个 这个是否一定要改变 还有 再说一下什么呢 对 3M 就是等 最后最总结 最后几番 不好意思 就是你等他 他一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你这时候再考虑一本 此时此刻 有可能继续线下走 继续线下走 OK 那就下这里 那我昨天有 观众那个问题 说到这个 MFC 他问我怎么看 因为要买进去 我上个视频又讲到 在这里看到没有 在F 叫MFC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 与其买这个 还不如去买PRU OK 大家看到确实 今天PRU的表现比MFC好 然后呢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买LNC 这个也是我昨天就已经记下来了 OK 并不是我此时此刻下边的 这是我 你可以看我之前那个视频 我就跟你讲 我就讲到 就是说 与其买这个MFC 还不如去买PRU 或者说是LNC 我觉得会会会会有点不同的 这个确实这两个也涨得比较多一点 比那个MFC要多一些 还有什么呢 最后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ADM吧 跟那个BBT 我去说一下银行股吧 BBT 我感觉这个上升啊 从那个 从最高点51块多到这个40块 这两者之间正在这个 这个这个地区地 我感觉就是整个市场正在磨合当中嘛 OK 我还是挺看好的 看这里这个这里就上来了 涨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会继续下涨 下涨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 关于这个ADM ADM ADM的话 大家看到啊 这在这个关键的部位嘛 就是在那个疫情报告出来的时候 我的拆强 是很多有大的机构的 埋进去 然后呢 涨到这个高的价格 那很多大型机构 可能就在这里装加 或者别人 有的人说装加 我其实一般不用这个词 但是基本上就是那个 那游戏人嘛 他这里就被打下来了嘛 这个打下来是在这个附近的最高点 现在又打到 现在这个又在那个 这里的最低点嘛 所以说但是呢 support还是挺强的 这里 所以我感觉这里 这里可以 可以是一个 可以值得关注 就是可以值得就是要不要买的人 他自己决定要不要什么地方买 但是买的话 你要确定一个止损 大概是在45块5毛这附近嘛 这里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OK 还有什么问题呢 应该都问完了 对这个要不要买 这两个就问完了 然后这个也说完了 那好 就先讲到这里啊 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话点个赞 OK 还有什么呢 我先先 对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聊 反正时间时间多的是 是吧 还有以后还未来 以后还有时间 OK 那么OK 大家还有一个 有一个祝你们 有个美好的周末吧 OK 拜拜 下次再聊